曹归映是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位殉道圣人 1821年4月28日他出生于贵州生物家寨村 他的生命是压尼 他家庭是来自四川生的天主教家庭 他还没场大事 他的父母去世了 然后他移到贵州生的行医时 他在行医遇到一个天主教女人 这女人让为成年的曹归映跟他一块主 他是八岁的时候嫁给当地的一个农夫 他的丈夫不是基督徒 并且他的家人对曹归映不好 因为他信耶稣 两年之后 他的丈夫去世了 然后丈夫的家人让曹归映吃开他们家 曹归映就陷入贫困 随后当地的一个天主教瓜府 让曹归映跟他一块主 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法国的马来神父来到了 马来神父就认识曹归映 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天主教徒 马来神父就请他去燕西 为了帮助那边的附传工作 他1852年就去燕西 他在那边交福音 也帮助天主教家庭 1856年 当地的政府迫害天主教会 马来神父和曹归映都被抓了 政府官员要求曹归映否认天主教信仰 但是曹归映不愿意 官员就把曹归映锁在笼子里 曹归映持续三天在笼子 然后他去世了 他死于1856年3月1日 梁氏三十交总在1900年 册封他为真父 弱王暴露二十交总在2000年 宣布他为省人 他的纪念日是每年的3月1日 中文字幕由梁氏三十六年 还有 递业 中文字幕由梁氏三十五年 中文字幕由梁氏三十五年 在冇氏与中文字幕由梁氏三十六年